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左山发现大河田还跪在地上 额头紧贴地面 这样的令左山永生难忘 左山是东京中央银行证券业务部部长 对半则恨之入骨 发誓绝不会放过他 再看一个月前 电脑杂技集团又收购一家名为Spiral的公司 简称SP公司 为此找到了东京中央证券 此次收购若能成功 电脑集团定能晋升为亚洲前三的龙头企业 可谓强强联合 这位是电脑集团社长平山 这位是副社长美信 半则的部下三山一算 又拿下SP公司过半股份 大概需要1500亿日元 半则还没接话着 副部长朱田就擅自开枪 说愿意接下这个大项目 东京中央银行职员半则 被调任着东京中央银行子公司 担任东京中央证券计划部部长 这次的收购项目 是前所未有的大型收购项目 六年前赖鸣走三人 共同创立了风险企业SP公司 赖鸣社长开发的搜索引擎 大获成功 如今应该考虑到 是否该接下这个项目 SP公司发展石头良好 提出收购SP肯定反对 这很可能演化为一场恶意收购 朱田却仍然支持接下这个项目 三山同意半则的观点 表示赖鸣社长刚刚与另两名 提出扩大事业版图的创始闹翻 另两人赌气辞职不干了 赖鸣社长一直兼职的经营方针 是立足并专注发展搜索技术 与电脑集团的风格大相径庭 他肯定不会同意收购 朱田却仍然唱反调 称之前经纪的这种大型项目不计其数 虽然这项目很难做 但半则也认为这是个机会 左山将半则等人叫来 这位是中央证券大boss刚社长 左山强行将一些不好干的项目 丢给中央证券做 毕竟人家是母公司 刚社长敢闹不敢言 只得打掉牙网肚子里咽 但如果这在电脑集团的收购项目能完成 就不会再任人宰购了 刚社长要半则尽快接下这个项目 但半则是个严谨慎重重的人 决定全面彻底调查后再签约 哎 加班吧 今天本是半则和小花的结婚纪念日 善解人家的小花没有责怪半则 只说要夫妻注意身体 签约当天 半则本想让刚社长 看下自己你的签约合同 社长就将朱田早晚拟好的成功酬金合同交给半则 要他去签约 双方就这样签约 达成了合作 然而为这次项目付出很多的森山 却被朱田副部长以经验不足为由提出了项目组 由三木带起的富责电脑集团的收购项目 半则也没办法 约森山去喝一杯 但耿着的森山拒绝了 半则只好找老杜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喝酒 据说这家店的老板娘智美小姐 是东京中央银行的大股东 三人再次了解了大和田 被行长宽视的大和田 诚惶诚恐的向行长表决心 说自己一定尽心尽力为行长排忧解难 老杜推坐 大和田是想把自己的爱徒左山推上高位 再让自己重新回归 之后再将最爱事的副行长赶走 但如今副行长是左山的直属上司 左山被夹在大和田与副行长之间肯定很难受 一周几个废物将电脑机的收购方案 做得一团糟 半则大发雷霆 又大家彻底调查SP公司 首先搞清楚 这次收购对电脑今后的发展 是不是有意义 根据调查分析结果 最后也可能不收购SP 不能走过公司利益 忽略客户的利益 又过了一周 半则等人终于带来草拟的方案来到电脑集团 电脑却说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这两周中央证券一次也没联系过他们 直接下了读客令 合作突然泡汤 这下中央证券的业界提商是没戏了 左山向钢社长提出 让伴责负全责 左山向人事部门申请了伴责的调动 可怜的伴责又要被降职了吗 而此时 左山接到了一个大项目 但想实现这个计划 就必须在董事会上通过说面请求 左山背叛自己的左大和田 找到了他的顶头上司 分管证券部的副行长 要他帮自己 副行长很开心 此时山穷水晶的伴责发现了一件事 孙深竟然与SB公司的赖铭社长 曾是中学时代的好友 孙深告诉伴责 中学时赖铭父亲的工作室倒闭 跑路了 自此后就再没联系 两年前看杂志 居然看到上面写着 赖铭成为了引领日本IT行业的领袖社长 孙深已经把方案仔细重新想了一遍 认为一座电脑集团能好好理解赖铭的经营方针的话 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收购也是能实现的 这只老实钢笔是赖铭父亲做的 当年赖铭就这只能用一万年的钢笔送给了孙深 这根笔里包含着这样的技术 是赖铭父亲的骄傲之作 有朝一日我也想做这样的东西 但第二天孙深来到学校 就听到赖铭一家跑路的消息 赖铭可能是知道自己要走了 所以把他送给了孙深 之后孙深在杂志上看到 赖铭为了还父亲的债放弃升学 打了好几份工 他活得很辛苦 编程也是自学的 他不断研究经济搜索技术 成立了SP公司 我觉得他专注于搜索技术 是因为他爸爸的钢笔 如果大家都能更了解 那种一万年也能用的高超技术的话 他爸或许也能继续做东西了 但是我记得倒闭的原因还有一个 就是他们身边没有伙伴能理解他爸工作室的优势 看清未来的可能性 证券公司投资客户的未来 我想用金融的力量 帮助像赖铭和他爸一样有一技之长的人们 就这样 伴泽与赖铭重新振作起来 拟定了新的收购方案 决心抢回那份合约 二人带着新方案来到电脑集团 对方却连看都不看方案一眼 直接让伴泽与三山吃了闭门宫 离开时 伴泽在电脑集团楼下 再次碰到了左山 左山幸灾落后的嘲笑伴泽 捅了那么大的楼子 不知道会被踢到哪个乡镇呢 这表情给予高伯恶心的只想吐 伴泽觉得很奇怪 如果电脑集团真心想推动收购 社长至少也会看一下 自己带来的是什么方案 他却一点兴趣都没有 莫非电脑集团找到另一家公司 是自己的母公司东京中央银行 伴泽忙联系老杜打探 老杜说 最近银行证券部 确实在为一项1500亿的融资 在做深历 八天前 左山主动找到电脑集团 提出了一项诱惑力十足 根本不可能聚集的合作方案 电脑社长与副社长 当即同意了签约 应该是银行得出了收购的休息后 将电脑提议更换签约顾问的 电脑几年前上海外进军时 从主要往来银行东京中央银行 那获得了数百亿日元的支持 强塞了的方案 他们无法拒绝 可银行是怎么得出了这个收购消息的呢 到底是谁把消息透露给银行的 次日 东京中央银行召开了董事会 其中有一个议题 是电脑收购SP的计划 收购计划负责人正是左山 大和田傻眼了 这事我咋不知道 左山不鸟头 这是个引爆日本经济的收购 一旦成功 企业家们将会领略到我们东京中央银行的实力 副行长在一盘附货 行长同意了这个项目 大和田的表情 这左山可是一面抢中央证券的项目 一面又打算把中央证券业绩萎的锅 全甩在伴德身上 这项目关系到中央证券所有人的尊严 绝不能就这么过去 这天老杜得到消息 宣传室正在准备有关证券部的新闻发布会 伴德忙让大家监控电脑和SP的股份 今天电话有大幅流动 电脑开始买SP的股票 股价理应急速飙升 然而直到当街收盘 两公司股价也没有波动 这时老杜再次打了电话 原来电脑集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评审社长宣布 电脑集团已取得SP公司30%的股份 这部分股份是在规定时间外交易来的 规定时间外交易 是指在股市关闭的时段里 在一定价格区间内 进行大量股票交易 SP公司的赖名社长当时看懵了 电脑集团表示 今后将通过公开收购股票 来获取剩下的两成多股份 SP公司赖名社长也召开了发布会 提出自己创办的公司 绝不会将外人叨唐 但若要一口气买下三成股份 就一定有卖出这么多股票的人 三山推错 定是另两位离开SP公司的创始人 把股份卖给了电脑集团 这两位前董事有个联合出自的公司 由于业绩下滑正为钱发愁 这一切自然是躲山狗的鬼 他将副行长介绍给两位SP前董事 并追加了210亿元购买股份 通过各种挑拨 让他俩背叛赖名社长 两人在金钱面前低头 上赶着卖出了30%的SP股票 赖名社长彻底慌了身 走来公司的财务顾问 太阳政权业务部部长广重生了对错 这是中学好友三山打了的电话 两位多年未见的好友再次重逢 倍感亲切 三山点了赖名最爱吃的菜 两人续起了就 老杜告诉伴德 若再找不出将消息透露给银行的叛徒 你就要再次被降职了 此时三山回来了 原来他和赖名社长之后的交谈并不愉快 赖名得知三山是中央证券的人 认为是银行指使他来打探消息的 怀疑自己公司陷入收购陷阱 和三山有莫大的关系 无论三山说什么他都不相信 三山被赶了回来 心中失落万分 但之后伴德的话 是三山再次振作了起来 再看朱田的小跟班三木这边 他突然接到同事小兵的电话 说伴德明天要检查所有人的电脑 查出谁把消息告诉了银行 这下三木待不住了 他连夜来到银行 用朱田给他密码登入朱田的电脑 准备删去相关邮件 而此事当然和朱田有关 此时他正和左山聊着搞垮伴德的事 朱田想借此机会重新调回银行 这时伴德走进来 朱田今天社长找过我 留三木要被调去银行政权业务部的事 这可是升职了 你也一样吧 今天你来找左山部长 也是为了跟他确认 要把你调回银行吧 用消息换人事调动吗 朱田说伴德在乱怀一人 伴德根本没证据 这时说证据证据到 三木和森山来了 原来那晚三木在删除邮件的前一刻 被伴德远三山抓了现行 在伴德的逼问下 三木只好道出了实情 原来十日前 朱田接电脑收购SP知识 告诉了左山 朱田要三木帮自己一起保密 许诺事成后会给他升职 因此当三木听说要检查电脑 朱田便给三木发去密码 有的赶紧删掉邮件 却不知这实际是伴德的计策 朱田给左山发的邮件证据代手 朱田无从抵赖 反击伴作 只要是在银行工作过的人 没一个不想回银行的 其实最想回银行的人就是你吧 伴德部长 别开玩笑了 我们的工作是希望人和公司 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并为之提供服务 任何工作的目标都是一样的 客户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我们 你卖掉的不是信息 而是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你进银行是为了做这种事吗 左山却争着眼说些话 他们自己并没收到过这封邮件 果然银行服务器里 根本没有收到任何关于电脑公司邮件 原来之前朱田将伴德检查电脑的事 告诉了左山 左山已命人将服务器收件箱里的内容 全删掉了 左山表示 这是帮伴德的假邮件 将指当面撕碎 拍到伴德脸上 伴德怒了 在我们用方案内容一决高下前 你们银行已经利用主要往来银行的身份 强行抢走的客户堂堂东京中央一行 居然使出这种黑社会一样的下三滥手段 不管你有多能说 反正你会被赶出中央证券 伴德你已经完了 不管发生什么 都只会把人事挂在嘴边 简直就像跟老师高中的小学生 证券部长居然只会说这个 管你人事还是怎样 今天这笔账我是一定要算的 以牙还牙 加倍奋还 而此时大和田也收到了伴德 已开始行动的消息 他坏坏的笑了 面对再次袭来的困境 伴德会如何逆袭 让朱田和左山这两个混蛋付出代价呢 伴德再次找到电脑集团 送出收购方案 电脑社长表示 现在我们公司在中央银行的指导下 只差一不直遥就能收购成功了 银行给出的绝不是什么好方案 这样的收购还会影响会公司声誉 我们中央证券给出的方案 不仅能发挥贵公司奖项 还十分具有钱真性 可电脑集团连看都不看 就把伴德的方案撕得粉碎 你要是有意见就和银行说去 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明白二位的意思了 那我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讨一个公道 朱田已收到升折去银行的调令 大摇大摆的准备走人 却被大家围上了要求道歉 这伙仍不承认是自己向银行报的信 且态度嚣张 给我让开 小喽喽们 只高气昂的离开了中央证券 此时SP公司的赖银社长 仍没有找到脱离困境的两册 其他员工也没什么好办法 森森之地 赖银仍认为森森是银行派来的间谍 半途之后 森森是替好友赖银担心 给他打气 SP的咨询顾问公司 太阳证据的广虫 终于带来了他们之间的反收购方案 这些代表SP的全部股票 目前电脑占有其中30% 如今只要增发新股 股票总数增多后 电脑的持股比例就会下降 不要电脑占有的股份过半就行 而此时 广虫表示 自己也找到能出1000亿 有意向购买增发股票的公司了 这时 三山送来了一封信 赖银本不想拆开 但看到自己是用自己附近的钢笔写的后 还是打开了信封 三山在信中将银行半途杀猪 抢走项目的事情告诉赖银 并告知用发新股来反收购的方法 存在法律问题 而此时 三木虽被调回了银行的证券部 但左山每天只让他负责后勤杂务 根本不让他跑业务 赖银社长主动找到三山 经过一番交谈后解开了误会 赖银向三山真诚的道了歉 赖银明明天中午 又和顾问公司的广重 谈反收购方案 约伴泽与三山同去陪厅 第二天 伴泽与赖银社长签了保密协议后 得知这次担当救世主角色 购买增发新股的白衣骑士 是Fox的香田社长 Fox是业内知名大企业 赖银诚惶惶惶的将香田社长请了进来 伴泽与三山问 发行的新股全部由一家公司买进 会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问题 顾问广重表示 已查阅过相关法律 不会存在法律问题 若两家公司联手 便会诞生SP与Fox的IT联盟 就可以开发原创手机 一旦宣布两家公司合作的消息 SP的股价将会大幅上涨 电脑集团在想大量购入股票 花费会比预计的多得多 霸丑会被迫放弃收购计划 时间紧迫 顾问让赖银在明早8点 股市开始前与Fox签约 但伴泽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查询后发现 Fox的业绩发展不是很顺利 股份长期低迷 现在应该没有余力 去准备一千亿资金 他们会从哪个银行借钱呢 而Fox的主要往来银行 正是东京中央银行 如果Fox从中央银行借钱的话 事情就很奇怪了 中央银行又给电脑集团融资 让他们收购SP 却又要把组织收购的资金 借给Fox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时左上将伴泽叫了过去 原来他已经知道伴泽和SP有来往了 朱田指出 银行与伴泽的中央证券 属同一个集团 如果伴泽在帮SP 就是赤果果的背叛行为 朱田逼问伴泽 SP到底准备了什么防御测试 推着伴泽往前走 端着他三木躺枪 被赶出了办公室 伴泽等着三木的面指出 三木很适合跑业务 让他打子而简直是浪费人才 却同样被左山赶走了 伴泽来到楼下 又被大和田好生奚落了一番 却不知行长在一旁暗中观察 伴泽想了解银行的收购方案 但老都告诉他 收购计划都是秘密进行 此事只有左山一人知道 证券部的安保措施 在整个银行都是顶级的 每次进入部门都要输密码 密码也经常换 但伴泽想到了一人 他将在政权部打杂的三木找来了 三木现在也是有苦难言 虽回了银行 却干着狗批不如的工作 他将杯中酒意义而尽 我已经很久没跟人一起喝个酒了 我犯了大错 说吧 三木当初向伴泽和三山道了歉 伴泽原谅了他 从三木那里得知 银行的收购计划方案 在左山的办公桌里 伴泽相信三木没有骗自己 他的道歉事发自肺腑道 这时顶头上次钢社长打了电话 要伴泽过去一趟 伴泽和钢社长缺认后得知 并不是社长将伴泽与SP有来往的事 告诉了银行 那到底是谁告诉银行的呢 知道此时人一共有这些 伴泽通过排除法去掉了几人 剩下的三人中 最可疑的就属Fox的香田社长了 想确认到底是不是他 就等老东那边的消息了 次日早晨 大家分头行动 编寸来到电脑集团门口 拍到了关键照片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去和Fox签余的八点 仅剩两分钟时 伴泽终于接到了老都的电话 中央银行果然和Fox签下了 一千亿的融资 Fox经营状况下滑严重 据说香田社长投资失败 造成了巨额亏损 公司还传出出售传闻 这时八点已到 赖名社长准备签别的钱一扣 深深打了电话 他让崔子自己签字的顾问广重 先回避一下 伴泽告诉赖名 不可能有银行 会将一千亿巨款 借给Fox这种 有个出售传闻的公司 Fox的香田社长 一定得说谎 于是赖名再次指点香田社长 问他一千亿 是从哪家银行借的 香田聘的说 是从白水银行借的 这是三深接着同社 小斌发来的照片 这下一切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伴泽庆幸阻止了SP签约 这是个巨大阴谋 而此时 三木正准备趁左山不在的时候 进他办公室 将收购计划书偷出来 经过一段惊心动魄的剧情 他终于成功将计划书 从左山偷地里取出 将原件拍照后发给了伴泽 此时伴泽已来到SP 对广重指出 你身为顾问 竟欺骗委托人 这是份欺骗性质合同 广重反咬一口 说伴泽二人是银行的间谍 伴泽将伊德尔打印出来的资料 拍到赖名社长面前 这可得给三木借个大功 伴泽开着具体说明 这次收购闹剧 SP的敌方 是电脑集团和中央银行 占咬是顾问太阳证券 就是左市FOX 目前敌方电脑集团 想凭借获得SP超过半数的股份 来收购SP 目前电脑已通过 规定时间外就义 买到了三成股份 公开收购接近一成 已接近半数 接着顾问公司提出 发行1000亿新股 再由FOX买入 但这实际上是个陷阱 冒充白衣骑士的FOX 买完新股后 转头就会投奔电脑集团 这样一来 电脑集团所有股份加在一起 就获得了SP的过半股份 实现了收购SP的目的 这就解释了FOX的即将出售 中央银行扔向其贷款1000亿的原因 这份文件里 轻度写的电脑银行 FOX以及顾问公司 各公司的任务和资金流向 而这是香田也走向了电脑集团办公室 这帮人果然是一伙的 但顾问广重扔嘴硬不承认 称这份计划说是半则伪造出来的 这家伙的眼睛令远哥拍手叫绝 称自己从没和电脑集团社长见过面 但他马上就被打了脸 原来小斌拍的照片里 由广重和电脑副社长的亲密合照 这关系可不一般呢 赖名社长出离愤怒 咆哮着将广重这个人渣推到地上 被三山劝住了 广重终于道出 这一切都是左山提出的计划 并将详情和盘拖出 就这样 广重这个骗子像丧家犬一样 从SP离开 将丑事败露一事告诉了左山 左山恶人心告状 火同副行长将伴走与社长交的银行 居然恬不知识地叫伴走给他磕头赔罪 是我直言 你这才叫怀恨在心吧 因为收购被我们阻止 为了出气找各种理由挑我们的词 左山中是电脑集团选择了银行 这是顾客的判断 于是伴走也掏出了杀手锏 我们中央证券已经和SP正式签约顾问合同 所以提供对抗电脑集团收购的咨询服务 属于我公司的正当业务 这份顾问合同是赖名社长提出的 伴则愉快地接受了 决定尽己所能 双方握手达成了合作 子公司均和母公司对着干 真是前所未闻 您好像忘了 行长提出的理念是顾客至上 我们各自的顾客 对自己坚信的最佳选择提出顾问咨询 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委托 就是我们的使命 左山气疯 副行长对左山说 既然如此 你也不必手下留行了 伴则我们会彻底击垮你 正如我所愿 准备离开银行时 大和田将二人叫到了行长办公室 大和田率先发难 问伴则是不是要和银行对着干 堂堂中央银行 擅自夺走子公司的项目 做出欺诈性质方案 且通过了董事会议 简直岂有此理 再说一次 我们会全心全意 把贵行和电脑集团联军彻底击倒 行长很淡定 顾客至上是我们的使命 不论证券还是银行 要为各自的顾客尽自己全力 那你好好努力吧 左山与副行长准备重申旗鼓 继续进行公开收购 而此时 伴则向赖明提出了一个建议 以牙还牙 我提议进行反向收购 帅 伴则准备开始反击 这局变得越来越有看透了 虽然伴则狠狠狠地闹了一通 但电脑集团的收购仍然按计划进行 他们目前已持有42%的SP股份 Fox的香甜社长松了一口气 有银行资金的注入 左山也对收购SP一事信心满满 再看伴则这边 原来他的反向收购计划是收购Fox 赖明社长不明白 为啥要收购这家骗子公司 没想到孙深已准备好了收购计划书 准备用智慧与他们决议胜负 第二天 一篇Fox因投资失败 背上巨额损失的新闻 被刊登了出来 香甜社长傻了眼 伴则告诉赖明 这次我给出的守城之地 是展开资金舍利与智慧经验的对决 我只有一半胜算 若中央银行为保全自家面子拼命打钱 中央证券也无法支撑太久 我们只有一心希望 那就是瞄准对方的空隙 克服恐惧主动出击 之前的新闻 自然是伴则他们曝光的 Fox的股价样升暴跌 这价格赖明也买得起了 但这只是伴则的第一招 第二招也箭在弦上 赖明召开紧急记者会 宣布通过公开购入股份的方式收购Fox 香甜社长这下彻底慌了 如今他也不得不向赖明社长低头斗歉 说自己的Fox已决定投靠电脑集团了 不愿意并入SP几下 伴则告诉他 电脑并不是个合适的投靠对象 Fox一旦并入电脑集团 所有用户与经验都会被夺走 但香甜听不见 吃了撑坨铁了心要投靠电脑 结果第二天一早 证券交易监管委员会 与媒体一起来到了中央证券 来查Fox的事了 大家紧急交回资料 删除电脑 及服务器的资料 伴则也连忙将自己电脑中的收购计划书 转移到了云存储的私密文件夹里 这文件若被发现 肯定会被要求停业 这个隐藏空间 是SP公司的电脑天才开发的铁壁系统 可派上大用场了 这时监管委员会的人已经来了 正所谓不是冤家不拘头 没想到他们的总指挥 居然是老对手娘娘青黑旗 他换不门了 他们二话不说 翻出所有垃圾及这些碎片 开始了彻底搜查 检查到一半时突然发现监管委员会 来中央证券检查的事也上了新闻 SP公司自然而然受到了牵连 股价瞬间暴跌 这样下去 被电脑码完股票也准是时间问题了 更危险的是 黑旗找来的电脑专家 也打开了中央证券的云存储空间 但则只好拜托赖名社长帮忙 赖名社长紧急找到公司的电脑程序天才 两个天才之间的对决开始了 经过一对惊心动魄的操作 SP程序员成功开进半子的电脑 在黑旗破解电脑的前一刻 删掉了这两个关键文件 黑旗费都要气炸了 但这也还没完 他又来到社长办公室 在刚社长的碎指 到这里找到了这些 社长刚刚碎的收购计划复印件 只要将他们拼起来 就能是中央证券的罪了 而此时 Fox已经被电脑抛弃了 既然SP要收购Fox 到时电脑直接向SP收购就行了 没必要再多花钱收购Fox 现在的Fox只是个累赘 香田被电脑无情抛弃了 决定转而投靠SP 如今那份被碎的计划书 再过两小时就能还原 半则决定单解所有责任 将一切托付给了三山和赖明社长 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不只要看清当下 更要看清未来 Fox和SP联手的话 能给世界带来巨大利益和便捷 你又想着这个未来去跟他们谈判 对Fox的收购活动被成功还原 上线 向媒体泄露Fox出现 巨额亏损的消息 趁其股价下跌压价购路 黑铁逼问伴族 里边的Fox经营分析报告 是从哪弄到的 关键是个香田社长居然进了门 称这件事 是双方在推荐友好编辑的时候 自己将公司巨额亏损的信息 告诉了征阳中线 这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你们才是从银行里 某个人那里得到消息才到这来的吧 我们不希望由于错误的情报 正常经营受到进一步影响 能请你保持中立吗 黑铁兴兴的离开了 这一切自然是森田的功劳 是他促成了SB与Fox双方 在收购意愿上达成了一致 两公司是真心为员工着想 在乎伙伴生活自己的人 SB提出收购 不仅仅是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 更是着眼双方的未来 看过收购计划后 香田社长再次展露了笑容 真心感谢伴泽者的恩情 伴泽的下一个大招终于又要来了 此时电脑已买下了SB48%的股份 眼看已经胜利在望 左山都准备开进攻会了 Fox与SB却突然举行了联合发布会 Fox已同意SB提出的收购方案 接下来Fox将成为SB旗下企业 双方开展密切合作 同时双方的开展正在快速发展的 全球购新业务 与全球第一的搜索引擎SB联手 笔金亚马逊 共同打造全球第一的购物网站 令索傲然震撼的重量级人物登场了 他就是IT店超级大牛乔布斯盖茨老爷子 他决定拿出3亿美元的投资来支持这个项目 左身的脸色瞬间变了 SB股价迅速吞升 不断上涨 下午三点股市收盘时 SB股价已升至36274日元 比电脑提出的价格高出了5000日元以上 回到公司 半则总觉得黑旗这次来访有问题 这时接受了老多的来电 原来银行证券部打算追加500亿贷款收购SB 行长不想通过这个请求 但副行长坚决要通过 关键一票在大和田手上 半则认为动用了监管委员会的副行长和左山 在这堆散落的资料里一定有他们的负债 想起这次收购风波的源头 电脑集团最初没向银行 反而向缺乏经验的中央证券提出委托 这实在很反常 他获选另有目的 大家决定一起寻找真相 这时左山打来的电话 追加贷款一事批下来了 原来副行长许诺大和田 如果大和田同意支持追加贷款 就推举他担任董事常务 接完这通电话 半则的心凉了半截 这时大家发现 只有电脑集团的资料 被委员会集中分找过 莫非他们的目标不是SB 而是电脑集团吗 半则发现了一份 电脑建设股份公司的资料 这家公司有新一代技术 革新开关电源的专利 原本是这一产业的子公司 两年前还叫这一件事 之后转让给了电脑集团 该公司社长玉智申建 是现电脑集团财务官玉智克夫的父亲 三年前玉智克夫 曾是电脑电视的常务 当年电脑集团竟然花300亿 买下了这个公司 简直不可思议 经调查 母公司这一产业 现在主要的来往银行 正是中央银行 为什么电脑不向银行 而是向我们提出委托 因为不方便让银行参与 黑棋应该也是在调查这件事 罪打谜团就要解开了 之后半则找到了 现电脑集团财务官玉智克夫 新一代开关电源 我觉得这个专利有极大的前景 我们说不定能帮手忙 玉智听后受到了触动 半则约玉智在私下见面 没想到来者 竟是电脑集团的社长 与副社长二人 再看大和田 原来左山之前 并没有背叛大和田 左山投靠副航长 实际上是两人联手演的一出戏 事情变得越发扑朔迷离了 半则能揭开谜团 成功逆袭吗 半则试图破解 此次收购风波中最大谜团 约见了电脑集团财务负责人玉智 见到的却是电脑社长夫妇 二人说 玉智部长已递交的辞呈 还在半则面前一再虚张声势 连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都在拼命手中某个秘密 看来你们藏了一个不得了的大秘密 我一定会把你们掩藏的事情揭露出来 找不到玉智的中荣 半则只好来到了电脑集团子公司 电脑店售 在这里辗转找到了 江欣正是老一人玉智深届社长 他就是电脑集团玉智部长的父亲 原来玉智部长也躲在这里 电脑店售两年前 之所以决定变入电脑集团 是因为电脑答应他们 会投入开发开关电源的专利技术 电脑原本就对专利不感兴趣 只想利用这件事来达成某个目的 如今专利相关的一切权利都在电脑手里 因而玉智部长不能违抗电脑的意思 半则决定帮玉智部长把专利拿回来 半则来到银行 将一张字条拿给朱田 让他务必转交给朱田 剩下电脑集团的经营状况 存在可疑之处 请您就电脑集团与G电社之间的关系 进行详细调查 这时字条就被某人拿走了 然而朱田却今天一整天都没什么行动 莫非是有人不让他查吗 副行长欠了大和田一个人情 大和田即将会被推举为常务董事 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大和田谋划好的呢 这样看来 不让朱田调查电脑的人 要么是大和田 要么就是副行长 其中一人将银行的巨款砸进了阴沟 必定和电脑有点利益勾结 从电脑那里得到了丰厚回报 半则行动了起来 让中央正确的员工们去寻找 可能会得预计的专利感兴起的投资者 很快中型规模的电子机器制造商 宾田电子提出想获得专利 本以为这次签约会很顺利 但宾田电子往来的中央银行 极力反对出资 反对着正是大和田的下属 朵山这个脚趾棍 而且这时 剧情又出现了新翻转 大和田的厂物泡汤了 且行长本该将银行的帝国航空重建这个大项目 交给大和田付责 名单里却没有大和田的名字 朵山反而成了小赌付责人 原来朵山这只狐狸 之前和大和田才在演戏 他背叛了大和田 骂大和田是给班泽下过的蠢货 害自己跟着一姐吃了苦头 这家伙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大和田 自己盼着副行长往上爬 香川赵直这对眼界真心绝了 宇哥我佩服的很 班泽推算 事情是这样的 朵山听朱田说的电脑收购SB的计划后 首先告诉了大和田 于是两人想了个罚子 朵山假装背叛大和田投靠副行长 再弄个带有欺诈性的计划送给副行长 大和田料定 以班泽的能力绝不会让副行长轻易得逞 却不知朵山更胜一筹 大和田被这的投靠爱徒 背叛要利用了 明天就要开董事会了 还有十多个小时去说服预志 否则副行长和朵山就赢了 班泽将自己的新年告诉了孙山 第一 对的事情要能承认他是对的 第二组织的尝试与社会的尝试又一致 第三 勤勤恳工作的人要获得正当的评价 现在组织并没有做到这些 他们工作都只是为了自己 我们工作是为了客户 所以要有人去战斗 为自己做的工作闭嘴而卑微 丑陋而扭曲 如果左身 副行长大和田那里的人越来越多 组织当然会腐败 如果左身腐败了 社会也会腐败 孙山 接下来你要跟各种对手战斗 但第一个敌人永远是自己 说完这番话 半泽却找了落魄的大和田 又在明天的董事会上 组织对电脑追加500亿贷款 半泽可是让他颜面尽失 当中下跪的人 大和田当然不同意 半泽拦住了他的说 堂堂大和田被下属利用了 最后还要垂头丧气的回家了吗 去董事会还有15小时 我手里握着能让你扬眉吐息的关键 要不要来利用我 大和田督着的嘴 纠结了半天 最后还是走了 董事会这天 左身与副行长两人 一唱一后的慷慨陈词 极力支持此次追加贷款一事 话必 大和田却举了手 提出这次收购 可能有巨大风险 将半泽抢去了会议室 原来前一天大和田趋而复返 这对老冤家终于达成一致 决定联手合作 再回到董事会当天 半泽举了证券部的巧识文件指出 这是份垃圾文件 里边完全没有提到G电社 G电社是两年前 由G产业集团 向电脑集团转让事业的公司 现在它在电脑旗下 名字是电脑电社 转让事业时 电脑集团花了300亿 但当时电社的资产价值只有100亿 这多出的200亿是怎么回事呢 中央银行是G产业集团的主要冷来银行 也就是说 如果银行对它进行全面调查 就会查到对电脑集团的不利事实 假账 电脑近几年过度竞争 收益能力下降 为隐瞒亏损 电脑收拾夫妇 削增了G产业的修售国 电脑如此执着于收购SP 是为了利用正在盈利的SP 把电脑的假账给埋下去 左山气得直咬牙 称伴泽胡说 但伴泽拿出了证据 原来三小时前 伴泽拜托大河间帮忙说通边田店子 达成了对电脑电社的投资 只要曝光电脑的违规行为 预知复杂就能夺回专利权了 预知部长将电脑社长藏起来的账本复印件 交给了伴泽 里边清楚拘录了电脑真正的资金流向 三山拿着复印件和电脑社长夫妇确认 他们当然不承认 还用纸抽三山大嘴巴子 于是三山按照预知部长所说 在书架上翻出了电脑的账本元件 里边记录了电脑的所有虚假销售窝 电脑上的上一期报表居然有接近50亿的亏损 左山部长 您要怎么解释此事 作为他们的主要往来银行 证券部却没有看出电脑在做假账 你们为收购SB拥进昂党手段 骗了不少人 却没想到被电脑骗得如此彻底 还打算给他们追加500亿贷款 还指责满中央正确 损坏了整个集团的利益 损害集团利益的人是你 只想着往上爬 却忽视了下方潜藏的危险 差点让500亿打了水漂 你打算怎么担这个责任 左山部长 剑锋始祖的副航长立即调转枪头 将责任全推在左山头上 并一点点按着左山的肩膀 让左山给伴着低头下跪 这一幕令大和田再次想起了自己和之前的屈辱 左山咬牙切齿 一万个不愿意的给伴泽道了歉 但事情还没完 伴泽之前给左山留了张便条 让他查一下电脑和这一点事的关系 但正全部无视了他的油盐 仍打算通过500亿追加贷款 这是咋回事 左山说自己没收到什么便条 朱田要跑 被伴泽喊住了 因为当时伴泽见便条改了他要他转交 但朱田说便条中途被副航长拿走了 副航长却不承认 还说就算自己拿走了 也没看便条里的内容 这时伴泽接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伴泽放出了三山野电脑社长夫妇的录音 二人在录音里坦白 将好几项大二支出转赶了副航长 作为副航长女儿的留学费用 及妻子的餐饮店改装费 作为交换 副航长帮他们办妥收购的事 这下副航长赖不了账了 伴泽辛苦了 东京中央银行被子公司狠狠地击倒了 是该喜还是该忧呢 但不论在任何地方 就算没有了银行的招牌 也会发光的人才 才是真正的人才 伴泽在员工的掌声中凯旋 还带回了露水狗朱田 这个背叛了公司与同伴的家伙 终于低下了他那无耻的头 SB公司的两位钱斗社重新回到了SB 赖名社长程尤森田加入自己公司 并准备了财务总监的位置 左身朱田 副航长被派去负责电脑极端重建 追回之前发放了1500亿贷款 真是活该 而伴泽被调回了中央银行营业二部 郑群伯的同伴由衷地为他高兴 要他说两句 常常听到别人说 在银行工作的才是赢家 说我们子公他的职员就是失败者 但现在看来又如何呢 你们做到了大银行倾尽权利也做不到的事 曾经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的你们做到了 不论在怎样的公司做怎样的工作 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 不断奋斗以获得成就感 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真正的赢家 你们大都经历过就业编河期的困难 招着如此举例的愚蠢的泡沫经济 是那些自私自利的人造成的 他们不顾顾客利益大玩金钱游戏 浮小了社会体制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你们将在十年后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者 你们的奋战一定会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往后我希望你们挺起胸膛 自豪的为客户工作 就算对手上银行也不必害怕 你们的加倍奉还 我由衷期待着 孙生拒绝了赖银的邀请 他热爱现在的工作 今后或作为ISP的负责人 与老友接学并肩前行 伴德再次来到行长办公室 被任命为营业二部第一座副组长 你终于回来了 我有一样工作要交给你 大和田也说一定要让你来做 这是帝国航空的重建计划 是银行最重要的项目 银行目前持有帝国航空 700亿日元的债权 这次是基本常务 与伴德联手负责这个项目 伴德从审查部的曾根其手上 接管了此项目 大和田表示 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内协助伴德的 这是他对行长的报恩 伴德与审查部调的大和车 很快来到了帝国航空 亏损达500亿的航空斗士们说 他们目前正在修订重建方案 贵公司即使立下计划 也无法按计划执行 比如你们目前有98条亏损航线 却一条航线都没有砍 难道不是管理者的失职吗 社长表示 本公司负有社会责任 航空作为公共交通机构 没有货物输送做出了巨大贡献 没了帝国航空 整个国家的运输业就难以为继 即使是亏损线路也不能看 在履行公共交通机构的责任前 贵公司首先是个民营企业 即使亏损 也要服务大众这一想法 大错特错 贵公司的重建方案修正案 能让我们帮忙制作吗 错过当下两期 再久贵公司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帝国航空若破产 受损的不只是银行 还会重创整个国民经济 内阁的支持率连连下降 为重获民心 决定进行内阁改赌 正业议员白景雅希子 被任命为新任国土交通大臣 这位前新闻年轻女主播 被破格提拔 首次入阁 但据说她支持率齐高 且能力出众 她在上任后宣布 要改革帝国航空 成立一支特别工作组 负责研究重建事宜 其中一项具体方案 是拜托持有帝国航空 这些各大银行 放弃七成的债券 既说中央银行要放弃五百亿 重获民心的绝招 居然是这个 白景想通过拯救 濒临破产的航空 来获得更高的支持率 可如此一来 银行就倒霉了 要白白放弃五百亿债权 这不是扯的吗 大火天给伴德施压 在大城的方案实施前 你无论如何 都要重振帝国航空 把那七百亿收回来 否则你可能会与 整个政府国家为敌 靠你力挽狂拦了 伴德 真是一波方平 一波右气 这次伴德面前的对手 更加强大 他将如何拯救银行呢 新上任的白景大臣 要求持有 帝国航空债券的 索奥银行 放弃七成债券 大火天认为 只要伴德施厂的 航空重建方案 能被政府特别工作组认可 白景大臣 还有可能收回言论 但伴德表示 那些话 可是白景大臣的公开发 但伴德可没准备放弃 开发投资银行 是航空主要往来银行 伴德又说服 开发投资银行 在保有这群的前提下 重振航空 接下来 伴德准备花几周时间 将航空的真实状况 调查清楚 行长表示 支持伴德的工作 将一切托付给了他 与此同时 白景大臣的特别工作组 也来到了帝国航空 他们包下了一整层 作为工作组的总部 航空社长 只得同意了 从这天起 伴德用了约两周时间 以银行职员独有的视角 观察航空上上下下 问题确实很多 如老员工的视力强大 导致年金改革迟迟进行不下去 随着调查的深入 伴德他们发现 航空的财务正面临巨大危机 阿春认为 航空靠自力重建很难 经验丰富的伴德却不这么认为 边临破产的公司 都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员工会越来越少 向外人打招呼 因为他们渐渐失去了 对公司的信心 然而这里不一样 各部门排训十分到位 飞行安全意识尤其强烈 每位员工都为了点工作感到骄傲 但这也是把双刃剑 如这位老人需要帮助 这几位飞行员有空姐 却跑去帮他叫负责人 没有直接提供帮助 这位就是帝国航空的首席 第一机长 同业已达35年 伴德指出 机长方才没给老人提供帮助 只因不是分内的工作 这与经营公司是一个道理 如果员工可以跨越部门 共同商讨问题 航空将重获生机 成为大家热爱的公司 就这样 伴德说服了高的机长 顺利的话 一项员工与退休老员工 都愿意高层一起商谈改革方案 航空财务董事永田却认为 公司不敢让伴德过度感受 这个永田是在中央银行犯了事后 被踢到帝国航空的 他个个是众议院议员 因而才升了职 基本常务原来是永田的上司 偏巧伴德妻子小花 是白景大人的铁杆粉丝 对他爱他不要不要的 而白景此次能当选 全凭机部干事长在首相面前推举 白景对机部言听计从 多方听取员工意见后 伴德花两周时间拟出了一份 能让航空多过自身力量 东山在籍的重建计划讨案 将他交给了航空社长 但里边的大幅削减高管待遇 打破部门之间的孤立 重新考虑飞勤员的待遇 这些让员工们知道可不得了 社长想交给政府 在政府看来 贵公司已无药可救了 估计很快就会逼迫各位高管辞职 若不想如此 各位就需要表明 能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 若现在就公布计划 公司内部会有很大反对声音 但我相信 贵公司在振动的同时 也将获得成长的机会 以前各部门 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现在需要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大家也就会关注成本问题了 通过新的交流 产生的智慧与创意 将成为帝国航空的财产与世界竞争的武器 如果各位愿意展现自己 运亲自削减待遇来改变航空的态度 贵公司就一定会起死回生的 伴责的这番话 打动社长 同意了这份草案 起料这份草案的内容 却被某知情人发邮件泄露给了全体员工 夺知要裁员 降低待遇 员工们纷纷跑来抗议 在邮件上面没写涉及管理层的改革 明显是有人须意挑起矛盾 伴着失去了航空员工的信任 航空羡慕前负责人 曾跟前看热闹不嫌事大 一顿冷嘲热讽 这是开投行打来的电话 开发投资银行是政府设立的金融机构 作为航空的主要往来银行 为其融资2500亿日元 负责人是有铁娘子之中的谷川 谷川与伴着一见面就指出 中央银行并不是航空的主要往来银行 此举是多管闲事 航空他们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应交给政府来解决 但伴着仍坚持认为 航空命数未尽 恳求谷川与自己一起尽力实现重建方案 谷川要伴着先找出航空内部的危险分子 这个给全体员工发邮件泄灭的家伙 到底是谁呢 伴着拜托赖名社长 成功找到了发送邮件的地址 伊士智摩市的某地 于是伴着乘坐飞机来到了伊士智摩市 在伊士智摩机场 看到了机部干事长的照片 发送邮件的地址 是一个叫完刚商工的公司 完刚社长不在 秘书说社长去东京洗来灯大酒店参加派对了 伴着又转而来到洗来灯 机部干事长白酒大臣 正在开永田的哥哥 众议员永田容易开鼓励会 伴着在这里见到了完刚社长 与永田哥俩 伴着当面指出 自己认为 将讨案卸了个员工之人就是永田部长 经过一份试探 以基本确定 航空内部的危险分子就是他 经调查 完刚社六年前与航空有业务往来的 刚好是永田董事 从银行调来后不久 完刚公司供应海报 宣传单是永田听完刚推荐给航空的 去年交易额高达九千万 但里面水分相当大 这是永田医员向银行提出的投诉 如此一来 泄露者无疑就是永田了 定是他让完刚把消息放出去的 基本常务说 当年永田在医师志摩分行的时候 曾向某家公司提供过融资 那笔钱的一部分 涉嫌用作了他一元哥哥的正式捐款 但此事没有证据 此后便将他调到了帝国航空 没搜集证据 半泽找到机长大哥 对他小之以情动之以理 机长大哥却不买证 仍不愿意提供协助 这事永田又来了 对半泽好一顿挖苦 一旦危急自身 就立刻去找一元哥哥帮忙 简直像个婴儿啊 永田不甘示弱 对半泽言语了一番后扬长而去 终于到了员工说明会这天 半泽对大家说 你们收到的邮件并不是完整的 我们中央银行之间的重建方案 首先就涉及到管理层裁员 和待遇的大幅变动 现在问题已经不在这里了 你们突然向员工提出不合理要求 导致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信任 受到巨大冲击 你打算怎么承担这个责任 这次需要承担责任的 难道不是只摘出重建方案中 有利自己的部分 把它泄露出去的人吗 帝国航空有家 名叫完钢商工的合同公司 他们承担的只是很小的工作 航空每年却要向他们支付9000万日元 我们调查后发现 航空支付了大笔虚报款项 提倡同这家公司合同的人就是你吧 永田先生 如果重建方案真的付出实践 航空缓和没有必要的合同公司解约 所以您才阻止方案通过 这样想就说的通了 永田说自己和完钢社长并不熟 于是半则播放了一段在航空包车行车记录椅里拍摄的视频 永田与完钢社长在里边亲密的谈着话 永田亲口承认邮件是他拜托完钢社长发送的 此外半则还在机场的协助下令完钢亲口承认了他通过虚假交易 大纯特赚帝国航空的钱 如那天航空明明订了一万份广告海报 他却只出了2500份的货 类似交易数不胜出 而这一切都是受永田董事指使的 这下永田彻底没话说了 他与完钢社长合伙虚报账目 中饱私能 还把其中一部分以政治捐款的名义给哥哥去竞选 请你别小看帝国航空 这家公司的确满是疮痍 可他们守护着镇后日本的天空直至今日 即使目前经营状况恶化 可在日本航空满意度排行榜上仍一直名列前茅 所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评价 这些都是现场每个员工挥洒汗水的证明 江营铁车确实有漏洞 然而你明知这个漏洞存在 却不采取任何措施 反而利用这处漏洞一直中饱私能 对帝国航空来说 最不需要的成本就是你永田 永田一时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半则步步逼近 将这些大驻重赶了出去 半则为大家申举一功 这家公司即使不依靠政府 也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服从政府的方案 的确能够延续几年的运营 可这无异于是得向重症患者一味输血 当务之际是把出血口堵住 贵公司最大出血口之一 是为迎合政者需要 而被强加于身的98条亏损航线 再这样继续接受政府援助 就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员工们终于意识到 要改变这个体制 需要每一个人的力量 经过这次杀鸡酒后 大家备受鼓舞 之后的意见交流会上 也能听到一线员工 与退休老员工的心声了 半则来到政府特别工作组 工作所负责任 三大元律师直接扔掉了半则的名片 也有中央银行尽快商议放弃债权事宜 做出答复 半则却异正词言的告诉他 我行的正式答复已定 我们中央银行拒绝放弃债权 这下半则是彻底和政府杠上了 我们通过调研后 认为帝国航空完全可以凭借自列东山代企 能坚持要求银行放弃七成债权 还对半则连踹脚带登影 请问你们这特别工作组有法律依据吗 大臣的私人顾问机构杀到民企 还对民企的往来银行下达命令 你们这么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国民的解体意愿 白酒大臣记者会后 内阁支持率一下子上升了 如果放弃债权是大臣本人意思的话 那他大可以行使国家权力 命令我们放弃债权 这事不就结了吗 但大臣并没有这么做 这是因为是否放弃债权 掌握最终选择权的 是我们这些银行 用趾高气昂的态度 命令我们把这些债权一笔勾销 半则向特别工作组下了认输 然而他的重建方案 其中一部分 其中一条是采取五分之一的员工 这条计划的实施成了难题 航空会在几天退休的员工 发放特别离止金 但仍有约一千名员工 坚决拒绝离开航空 现在觉得自己没用了就把自己踢走 一个个愿声载道 山九部长表示 公司是让大家去能发挥 他们专业技术的企业 但很多人仍不理解 表示会通过公会提起诉讼 航空裁员负责人山九部长 真是太难了 北京大臣来到了银行 向行长讨要说法 称其他银行都愿意配合放弃七成债权 只有中央银行急不配合 要扮则好好反省 我没什么应该反省的理由 若是只给予帝国航空特别待遇 那么其他现金正在努力奋斗的企业 肯定会折走我们不公 白警狠气 开始给行长施压 准备就中央银行对行公的贷款 是否符合程序展开调查 若不合规会下达业务整改令 基本常务连忙道歉 表示中央银行会重新进行 仔细的调研 行长也松了口 这时某家公司也打了电话 他们承诺愿意接受 技术港的350名员工 现在还剩506人需要安排 伴侦又找到开头行的铁娘子 古川帮忙 古川为伴侦接受了一家 名为Skyhope的公司 这家提供低廉价格的航空公司 近期发展迅速 正在找开头行申请要巨额融资 而SH航空的负责人居然是森山 他是最近才能中央证券离职的 有熟人呢 这事就好办多了 半则之后 SH航空正准备开通夏威夷新航线 增加航班 如今飞行员和乘务员都很缺人 若能把帝国航空的员工安排过去 再合适不过了 小花听说白井大臣去了银行 相分的不得了 还傻傻的要伴侦支持白井大臣的工作 伴侦还真是哭笑不得 这事金融厅果然来倒茶了 是关于帝国航空的寿信判断 寿信判断 是指确认银行在为企业融资时 所进行的判断是否妥当 如果金融厅认为存在问题 银行将受到业务整改令到严重处罚 这事是白井的靠山机部干事长要求的 咋也没想到来者又是老云的黑棋 老情人相见分外眼红 黑棋一见妙就贴着伴侦抛媚眼 给伴侦恶心的不要不要的 中央银行去年对航空追加了151贷款 当时的项目负责人是曾根齐 现在还要帮他们擦屁股 宇哥我真替伴侦明不平 当时航空的业绩比你们所想的要低得多 你们瞎了狗眼 居然还会追加贷款 现在还拒绝提出特别工作的重建方案 这次我们会考虑你们自相矛盾的行为 彻底检查一番 伴侦只好向黑棋低头斗歉 黑棋要银行以行找名义 提出一份关于此次事件的情况说明书 伴侦称 过去的信贷政策确实有些宽缩 但这些都是经金融厅认可的 事到如今 却把责任全推到银行头上 实在是说不过去 黑棋听后脸色变得有点难看 但马上访将一军 拿出当初银行在金融厅检查时提交的文件 上面的重建方案明确写着 撤销亏损的20条航线 削减5000名人员 但在之后正式公布的重建方案中 却变成了撤销亏损的15条航线 削减3500名人员 前后数字明显不一致 要伴侦解释 伴侦让黑棋给自己点时间调查情况 黑棋同意给一小时 前任负责人曾跟其一脸推误的样子 问也问不出什么 一小时候 半拙这边仍查不清原因 黑棋怒了 准备处分银行 这时帝国航空前负责人 曾跟其却站出来说 自己还也探明了真相 是航空的山九部长 将当时还在商讨中的重建方案 其还未求见的错误数据发给了中央银行 这次是航空那边工作上的失误 黑棋听后暂时离开了银行 可事情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山九部长虽承认是他的失误 却在系统里怎么也找不到那封错误邮件 伴侦不相信是山九部长的失误 这样下去 他要负很大责任 山九部长私有隐情 他表示感谢伴侦拿出了这么好的重建方案 但他也很恨伴侦 为保住公司 他必须处理这么多员工 这些可都是支撑公司 走到今天的好员工 经历了这事 基本常务指出 伴侦太过强势 先后得作的白角大臣与黑棋 想让曾根齐换掉伴侦 重新担任航空项目负责人 并将此事对航长说了 话还没说完 白角大臣也打电话给航长施压 让他换掉伴侦 大和田也找了伴侦 认为他不该纠缠此事 到底是谁的过失不放 让航空背锅就行了 如若不然 航长也会陷入绝境 伴侦接受了三十的来电 矮子一支航空 对接受帝国航空的员工很感兴趣 伴侦兴冲冲来到帝国航空 通报喜讯 却被曾根齐 指着高气昂的嘲讽了一番 一副自己 马上就要踢走伴侦的样子 带他走后 伴侦将血轩带给了山九部长 航长将伴侦 与曾根齐交道一起面谈 曾根齐拿出一份 帝国航空的官方请求书 上下 伴侦对山九部长穷追不舍 再三纠缠 给航空造成了极大困扰 怒斥伴侦 把中央银行的脸都丢尽了 伴侦提出疑议 自己从山九部长那里 得到了一份内容 完全不一样的文件 上面写着 这件事和航空没有任何关系 曾根齐急了 言辞激烈地怒称 伴侦是要陷害自己 这是份假文件 这是山九部长 与曾根齐的对话录音 原来是曾根齐让山九部长 承认是帝国航空的失误 届时他会让J500员工 不会被裁员 被吊到其他部门的人 也会吊回来 曾根齐说 已得到银行负责 此事的董事的允诺了 哎 得到了上次的允诺 这说的是大和田 还是基本常务呢 伴侦向大家道出了来龙去脉 航空裁员负责人山九部长 面临着一个巨大难题 若找不到 给J500名乳元的安置岗位 就避免不了吃官司 但昨天伴侦 也与SH航空秘密商量 确定了500名员工的安置岗位 山九部长心中对的难题已解决 他没必要再撒谎了 山九部长道出了一切 原来金融厅检查当天 曾根齐曾打来电话说 愿意帮助解决所有裁员的问题 但山九部长要背下这次的过失 于是伴侦让山九部长 偷偷录下了他与曾根齐对话的录音 曾根齐恼羞成怒的揪住了伴侦 山九部长为了拯救真实的同事 独自揽下不设自己的过失 你威胁无辜的山九部长 逼他撒谎 不光让我航蒙羞 还让帝国航空颜面尽失 你是全日本所有银行职员的耻辱 但这既不是山九部长的失误 也不是曾根齐的失误 是当年为了挺国金融厅检查 故意做的篡改 这么大的事情 一定是有人做出了指示 谁下的命令 大和天与基本一起向曾根齐发难 曼他下命令这人到底是谁 曾根齐表情痛苦的跪在地上 向行长道着歉 这事该咋办呢 若如实报告 中央银行必然躲不过处分 不正之风总有一天会被曝光 此时就这么隐瞒下去 反而会让政府抓住把柄 这时半拙接到了坏消息 SH航空的新航线申请被补回了 如此一来 500人的接收也没戏了 这自然是国土交通大臣白景的义顺 他为了自己的计划能顺利进行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行长也站出来勇敢的承认了 这一则是银行的错误 金融庆向中央银行下达了业务整改令 行长在媒体面前公开低头道歉 看到这一幕 半拙心中万分难受 所有银行人都是这个心情 半拙下定决心 一定要重振帝国航空 让他们见识到银行的实力 认识到自己的傲慢 以牙还牙 加倍奉还 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把潜伏在这家银行里的大叛徒揪出来 这个大主统到底是谁呢 半拙认为篡改数据一事 是有人背叛银行 在背后命令曾根其这样做的 是要揪出这只大叛徒 原本承诺接收帝国航空500名成员的SH航空 却因白景大臣施压 新航线申请被驳回了 为半拙介绍SH的开头航古川 也受此牵连 卷入重大事态之中 白景大臣一脸严肃地找到了他 半拙又白景大臣解释一下 为何SH提交的新航线申请被驳回了 白景却将锅全甩给了开头航 说是因为开头航停止了对SH航空的贷款 既然资金存在不稳定因素 航行安全肯定会受到影响 他才不会的申请 至于开头航为什么要停止贷款 这当然是白景在背后给股川施压造成的 白景还说 月底是 他们会把帝国航空所有往来银行都交过来 明然暗示半拙 届时他就算想不放弃贷款 也多么难知了 三山找古川询问具体原因 古川欲言又止 没敢道出实情 但即便如此 半拙也能看出 这是白景向他施压的结果 并推错 银行里肯定有人 在向政府通风报信 曾根捷在审查不失 既本常务曾是在他上司 而大和谐自从金融厅下达整改令后 就变了态度 声称银行应服从政府指令 二人中的一人 毕与政府有勾结 成功让各大银行放弃贷权 是白景向世人展示能力权柄的一大良机 他定然不会受回决定 他还想当上日本守卫女首相呢 半拙想让中央银行 代替开拓航卫 SH航空提供贷款 刚将转舍对大和田与基本道出 白景大臣突然上了电视 说如今所有银行都已同意放弃贷权 只有东京中央银行不同意 抨击中央银行 只考虑自身利益 不顾全体国民利益 中央银行一下成了全社会的对立面 基本要半拙放弃SH贷款一事 大和田也阻止半拙 表示不想看到行长再受到类似的羞辱了 半拙直言 一定有人在向政府通风报信 问是不是大和田 大和田表示 现在没空讨论这个 现在中央银行不能在武力政府 不然行长会受到更大伤害 看来这内奸 定是大和田没跑了 这是半拙突然接到了森山出事的消息 森山被寻找原来SH出资的公司 打电话联系时 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好在没升到关键部位 他还帮忙打探 哪家公司愿意接受帝国航空的荣誉员工 深深打心眼里 希望SH有天可以成长 为与帝国航空比肩的大企业 也想借此机会对半拙报恩 此事极大地鼓舞了半拙 发誓一定要将此事办成 半拙找到白警大臣 问他做的这些事 是不是因为自己违抗了政府要求 才故意针对自己 你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银行职员 我这个国交大臣相当于机长 你们这些螺丝丁只要老是听质量干活就行了 半拙却没给他面子 我身为螺丝丁也有自尊 如果有人看不起这份自尊 却还能占据两对的位置 我觉得这才是国家的不幸 航空与SH合作能使很多人都得救 还有益于整个日本发展 为促成这件事 有人在拼命努力给两家企业牵线搭桥 你却肆意尽踏这份苦心与自尊 航空与SH的未来由我来守护 开投行的古春向白水银行介绍了SH航空 白水银行同意给SH提供巨额贷款 古春告诉半拙 开投行是政府背景的银行 开投行里的高层 以前基本都在政府里当官 古春曾多次呼吁进行组织架构改革 这次内阁会主题之一就是开投行的民营化法案 但就算法案获得通过 开投行官民一体的性质也不可能轻易得到改变 他们无法摆脱政府的束缚 古春个人虽然也反对放弃戴权 但他也无法违背上面的意思 别看白角大臣表面是风光 实际上仍是击部议员手下的傀儡 主的让他往东他也不敢往西 与哥我都替他难受 董事会登天 伴则仍坚持拒绝放弃戴权 大和田赤则伴则 没认清眼前状况 有借就有还 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 大和田仍唱仿调 指出话虽如此 但舆论根本不接受 现在就算受到损失 也要首先考虑到社会的信任 我刚才说的这些 都是行长一开始就说过的 对我行来说 回收债权是一项重大使命 是关系着我行尊严的重大任务 行长低头道歉 收下整改意见书 并不意味着向政府屈服 这恰恰向全社会展示了 我们中央银行是一家黑白分明 明辨是非 敢于承认错误的银行 顾客至上 这是行长 也是我行的理念 航空需要的是着眼十年 二十年后能够自己的力量盈利 即便如此 各位还要为这场显而易见的政治作秀 承担具有的损失吗 大和田听后 却收回了方才的话 转而支持伴得的想法 称这五百亿是中央银行的尊严 不能轻易放弃 原来方才他是故意演戏唱反调 借伴拙之口 道出这番慷慨激昂的陈词 其他董事纷纷举手 同意拒绝放弃债权 只有基本一人反对 真正的老狐狸 终于露了尾巴 指出现今其他银行都同意放弃债权 只有中央银行不调不一 基本因为自己的意见 赌上银行职员生涯 若拒绝放弃债权 除非解除自己的董事职务 基本是债权项目负责人 且势力很大 一拍桌一跺脚 基本派其他董事 不得不举手同意了他的意见 行长也只得同意了放弃债权 但此时落锤定音之前 伴泽要求再加上一个条件 若主要往来银行开投行 反对放弃债权 中央银行会以他们的行动为准 基本轻蔑的同意了 伴泽终于留下了最后的希望 现在可以确定银行内勾结政府的大叛徒 就是基本了 伴泽要大和田帮自己个忙 大和田却白起了谱 连小学生都知道 既然求人帮忙 你得有应有的态度 关键的几个字 拜托您了 对吧 伴泽只好像念咒一样 向大和田低了头 伴泽与大和田找到曾根齐 用调职意识压他 曾根齐终于承认了 他是受基本指使 做的这些坏事 没错 基本这老家伙 现在正愉快的和基部议员 白景大臣喝酒聊天呢 开头行古春将伴泽叫了过去 现今伴泽唯一的希望 就是开头行了 但古春说 高层已经决定放弃债权了 虽然他以为伴泽 与森林的银行家精神所打动 但介绍其他银行 已经是他能进的最大努力了 当然应该拒绝放弃债权 这点不仅是他 开头行里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但行者一部分高层 不允许他们拒绝 不让他们反抗政府 有些事他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听完这些话 半拙也狗咽了 终于到了联合发布会这天 白景大臣 以及六大银行相关负责人 媒体记者提聚一堂 只有开头行的古川副部长还没到 不等了 乃元律师宣布发布会开始 要所有银行先后公开表态 是否同意放弃债权 按融资额从低到高的顺序汇报 谁知关键是过 大东京银行负责人居然说 他们会服从主办银行 及第二主办银行的决定 嗯 是身为银行家的尊严 让他做了最后的挣扎 第二个白水银行 居然也是同样的答复 客户业绩恶化时 参照主办银行的应对方式来办事 是金融业不成文的规矩 若主办及第二主办银行 不放弃债权 那我行作为其他往来银行 也不能轻易放弃债权 这一话真是太提气了 接下来另外两家银行 也先后给出了同样的答复 乃元与白姐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终于轮到中央银行负责人半泽了 半泽的答复是 绝不接受 这与之前的董事 混线的决定不一样啊 半泽表示 我行的决定 仅适应于开头行 同意放弃债权的情况 我相信股川副部长 大救星主办银行开头行的股川终于到了 开发投资银行 对特别工作组提出的放弃债权的要求 不予执行 白姐大惊失措 其他银行负责人松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在场所有银行都拒绝了放弃债权 所有银行人不约而同鼓起了涨 只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下白姐在记者面前可下不来台了 原来股川的半泽发言前 已通过短信将开头行的答复告诉了半泽 其他银行负责人相继也半泽激动的握手 面对白姐的质问 股川告诉他 刚才的内阁会议上 开头行民营化法案获得一致同意 开头行已成功从政府的束缚中解放了 白姐颓然而作 您曾把一线工作员称作螺丝丁吧 每根螺丝都有鸽子的作用 客机上使用的螺丝超过200万个 少一颗飞机都飞不起来 但我们会尽全力履行我们坚实的执着 你只顾盯着首相的位置 却轻视了脚边的螺丝丁 几步议员大发雷霆 狠狠地剪断了盆栽的木枝 命白脚今后要更加听自己的话 否则就会像那根断枝一样 被咔嚓 这是半泽突然得知 自己曾经光顾的小店的女老板智美 以前竟然也是银行职员 她还是行长的下属 智美和则设有关联吗 而此时机部议员将行长请了过去 音效着点 要行长与政府互相扶持 互利共赢 行长能顶得住吗 机部议员找到行长 对中央银行表达了不满 向行长施压 命他坐车听话的乖乖狗 在开投行的带领下 所有银行均拒绝放弃债权 中央银行的五把也算是暂时保住了 董事会上 大和田春风择一的逼问 赌上自己银行职员前面的记本 问他现在怎么打算 记本居然说 我打算将我的董事职务 尽职尽责 坚持做到最后 自己坚持放弃债权 都是为了行长 因为放弃债权意识 行长可能会作为参考人 被传召至国会问询 借时银行将新鱼扫地 另两个基本派 见状纷纷举手 表示支持记本继续履职 话说到这份上 行长也只好同意 让他继续维持原职 这时帝国航空拿到了 政府特别工作所制定的重建方案 这一方案几乎照抄了半则的方案 一处 雨田这衣食致磨这条亏损航线 原本是要停止运营的 这和特别工作所将其保留了 这家机场又被称作机部机场 机部当然会将其保留了 白警对此也产生了疑问 机部却装作听不见 白警也不敢继续问下去 而这份方案依然建立在 银行放弃债权的地处上 看来他们仍有信心 能让银行放弃债权 半则决定彻底查清这一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机部议员 半则找之前采访过 机部的记者了解情况 却没打听出什么 这事被黑企叫了过去 半则猜出金融厅 也在调查机部议员 黑企业与中央银行现在也大难临头 瞎咪了 半则反击金融厅前一阵子 也一直受机部摆布 受的驱落一点不比银行少 黑企并未生气 提示半则 你们银行很早以前 就跟机部有不少瓜葛 一跃点醒梦中人 莫非机部曾向东京中央银行贷款 就算有也是银行合并钱的事了 半则宇大和天是原产业中央银行的 简称老S 行长与基板是原东京第一银行的 简称老T 合并后 行长一直都是原东京第一银行的人担任 基板没被割职 是因为同一派系之情吗 终于抓到了机部的小辫子 资料显示 30年前机部还是年轻议员的时候 曾以周转资金的名页贷款数千万 但明细是机密信息 半则值得又去找大和天帮忙 大和天正因基板的事焦虑不已 大和天向半则提出联手 虽然大和天最讨厌的人就是半则 但他同事也认可半则 身为银行家的实力 我的确对基本很不爽 但我更担心的还是行长 为读者传唤参考人这种蠢子家的事 我必须尽快查出真相 对证下要找办法 为了这个目的 不管阿猫阿狗还是半则你 我都必须要联合 你记住 我伸出这只手绝对不是为了与你交好 我是为了行长 大和天居然主动伸出了手 上次您曾教过我 求人的时候应该说几个重要的字 现在就忘了吗 两个曾经的仇人 为了这家银行的未来联合了起来 资料中显示 机部捐向中央银行 贷了20亿 倍笔贷款 当时的负责人是宪法人部代理部长辉谷 半则找到了辉谷 这家伙是原东京老T的人 一问三不知 还说半则这个老S管不着 半则转而来到检查部 找到了检查部代理部长阿富哥 此时 基本文庆半则去了检查部后 风风火火向外冲 据说合并前的原东京第一银行 有很多给反社会势力 政治家长上不了台面的融资 与原产业中央银行合并后 东京第一银行留下这些有问题贷款 就成了管理层面对的问题 要拿到写有这笔贷款详细信息的信贷档案 才能确定机部的贷款是否也是其中之一 可这份信贷档案哪都没找到 会不会被藏在了书库里 这时半则接到了记本正赶往检查部的短信提醒 几人手忙脚乱的收拾起桌上的资料 赶在记本登门的同时而整理好了资料 半则说自己只是来进行定期检查的认可 记本不信 走向了那本机部贷款的资料 关键时刻福山解了为说自己是来推药伊士岛酒店相关文件的 半则新领神会将记本的贷款文件给了他 这福山是第一记者的反派人物 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看宇哥之前的解说 福山自然是大和田怕来写住的 这个平靶不理手的家伙查到了关键信息 记本 辉谷 行长 还有之前那两个支持基本放弃债权提议的董事 他们都是老T 原东京第一银行出身 穆野副行长的下主 穆野在银行合并后继续担任副行长 与当时还在纽约分行的新行长交情很深 但十年前他要原东京第一的违规贷款 一个人担下得人自杀了 但具体情况谁都不知道 这份名单上的人为了悼念穆野副行长 现今还会每年在他记事聚在一起 名为官果会 名单里居然还有智美 那个餐馆女老板的名字 他不是官果会成员 但他以前是穆野的秘书 现也从银行辞职了 9月6日穆野副行长即日这天 官果会成员一起来目前祭拜 智美也在远处祭拜老上司 又回去时半则也老都找到了他 智美说行长与副行长对自己很好 当时穆野副行长对下属中野度十分器重 两人对工作都很热心 经常谈论银行的未来 但十年前他去酒店送资料时 却发现副行长找到预事中自尽了 和面前的远东店银行有好几个不良项目 曾说副行长和这些贷款项目有关 智美坚信他不是会去违规的人 说副行长去世后 把银行职员的账户里被打进一笔巨款 这人正是基本在背后操纵之人 并不是穆野副行长 而是基本产物 当时的汇款记录可能还留在什么地方 走现在断钱 又先拿出证明15年前给几部议员的贷款 是违规贷款的证据 福山在平板上查找穆野副行长自杀的信息 却被路过的基本看到了 基本找到福山上司大和田 称自己与几部没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 威胁大和田 你区区一个银行董事 几部议员分分钟就能把你撸下来 大和田并没有害怕 按时基本将自己来推选为产物 就会说出实情 记本同意了 大和田听后告诉记本 伴泽已查到了几部 过去融资的信贷档案所在之处 是餐馆女老板告诉伴泽的 牧野副行长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好像写到了信贷档案所在之处 记本听后大惊 紧急联系回股 要他去确认一下 几部议员的信贷档案是否还在远处 之后记本又找到了智美 灰果急冲冲来的书库 在迪派西分行书架上 找到了几部议员的信贷档案 得知东西还在 记本松了一口气 找智美所要遗书 智美告诉他 遗书就在那边的房间里 可里边只有伴泽 伴泽说这遗书里根本没提到信贷档案之事 原来这是伴泽的 请君入望圈套 目的就是为了让记本 自己将藏信贷档案的地方暴露出来 藏在暗处偷偷观察的阿川与阿富国 在挥骨走后找出了这本信贷档案 而记本来到这里索要遗书的行为 也暴露了他确实与这笔贷款有关 记本说 关于过去的一系列融资 被视为牧野所为 谁也不知道违规行为到底是否存在 但有一个人为此死去了 这封遗书里写道 都是牧野先生对云下手智美女士的感谢 写满了他在合并后新银行怀有道 充满梦想与希望的未来运救 隐瞒会滋生隐瞒 作为后继者 我们不能放任不管 只有纠正过去 正确的未来之门才会敞开 这一时 基部议员突然就伴责 与大和田过去 基部说 这次是想解开误会 玩政治各方面都需要钱 当年我拜托你们副行长牧野先生 帮我想了个贷款理由 那笔钱我也还上了 伴责不信 听说牧野副行长过失后 某人的账户上收到了一笔巨款 为您融资行方便的 并非牧野副行长 而是那位人兄吧 原来如此 那半则我要问你了 牧野为什么要自杀 不让秘书拿来了 牧野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 记录里有好几家公司 多次钱的账户 汇见了巨额款项 牧野副行长 是收了那些公司的回扣 之后才畏罪自杀的 此来贪污腐败之事 若是公之以众 金融厅没准会向你们下达 停业整顿令哦 伴责 你打算怎么做 吉普的意思是 你若抓着这事的小鞭子不放 我要把这事报了光 你们银行就得完蛋 见伴责迟迟没有回应 吉普让秘书联系金融厅 大和田急了 连忙向吉普低头认错 伴责红着眼睛 做着激烈的心理斗争 为了银行 他最后还是咬牙 和吉普议员低头道了歉 就这样吉普老家伙的阴谋 再一次得逞了 银行机的通知 本来又传唤行长作为参考人 但最终基本白德吉普 让此事既往不咎了 这下大和田在吉普面前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大和田虽然也很气 但他也知道和吉普做对的后果 让伴责也别再继续查下去了 而且听说金融厅的黑鞋 也因为四处调查吉普 被调出了金融厅 伴责听后 连忙找到被降职的落魄黑鞋 望着同样被降到很惨的伴责 黑鞋告诉伴责 却调查一下医师质摩斯贷 今后金融厅也撤出此案 不能再继续追查吉普了 要伴责替自己继续查一局 伴责向黑鞋伸居一躬 最后的决战终于要开始了 伴责被迫向吉普低头 表示放弃追查21贷款真相 同样在追查吉普的金融厅 检查官黑鞋 也受到吉普迫害 被调出了金融厅 林行前给了伴责提示 伴责是要让吉普这个大奸大恶之徒 彻底倒台 石金回到十年前 墨野副行长去世后 新行长钟野杜从纽约赶了回来 如今老T与老S只顾着争权独立 钟野杜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志玛在这时提出了辞职 钟野杜决定将一件事托付给他 石金再次回到现在 伴责再次来到一世之魔 没想到森山也来了 原来前一天 伴责与赖明社长 森山一起喝酒 伴责被要求在家反省 暂时不准出门 大和天也背不将基布的信贷档案 还给了基本 目前只剩下黑企业提供的 一世之魔死带的这一个线索了 这是一家老牌房地产公司 年营业额约751日元 在一世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伴责准备明天就去查 未向伴责报恩 森山提出统计 被伴责拒绝了 他不想把森山牵扯进来 毕竟这事太危险了 但森山还是来了 真是好兄弟 伴责推测 二十亿可是比庞大巨款 一次性取得这么多现金 根本不现实 基布当年的二十亿贷款 很可能是被汇到了 一世之魔死带特的公司账户上 这个人是社长野川 与他同车的竟然是现基布的秘书 死带特果然与基布有勾结 伴责又去问中央银行 与自己同期入职的申伪 感情死带特的野川社长 是基布夫人的职的 伴责要求看一下 死带特的15年来的财务资料 申伪说 特别工作者的乃元 以前担过一世之魔 潮原交通的顾问律师 但潮原交通已经倒闭了 他们把财产巧妙的 转移得一干二净 中央银行几乎没能收回一份债权 申伪拿来了 死带特的财务资料 果然死带特在15年前 收到了基布的二十亿货款 这二十亿是打着借款的名义到账的 即是说 东京银行批的二十亿贷款 被基布原封不动转贷给了死带特 那时死带特的收入与利润持续走低 越看越不对劲 此时基布的秘书突然发现 死带特财务资料被申伪借走了 他连忙杀了回来 申伪出去打掩护 半泽宇森森 抢在申伪进门的前一刻 将资料拍照 最终有惊无险的从这家分行逃了出来 差点被秘书抓到 看到有个我手心都冒汗了 半泽来到15年前 基布借出二十亿那年 死带特购买的这块地皮 当时这里只是一文不值的山林 现在也变成了医师质模机场 这就是基布谋划的炼金术的真相 其实说死带特用基布的钱买来的地皮 其实是计划建造机场的地方 买下地皮后 基布在那里引进了机场设施 他本人不能购买地皮 就借了死带特这个幌子 只要他把那些地皮高价卖出 死带特就会大赚一笔 业界也会微子形恢复 基布的钱包自然也会变得鼓鼓的了 此时若曝光 原东京银行那群人 也肯定是知道钱的用处才借的钱 难怪基本他们拼命想瞒天过海 但财务资料上并没有死带特 给接不到汇款记录 查明这一点就能证明老家伙参污了 汇款记录会不会在迪瓦西分行的纸箱里呢 大家赶在书库关门前赶到了这里 却发现这里的书架已经空了 这几天除阿春和阿富哥外 只有灰谷来过 从监控录像中灰谷那慌了的样子能看出 他也没找到那批纸箱 那纸箱到底被谁拿走了呢 伴泽找到大和田 问他基布的新材档案里到底写了什么 伴泽通过一系列手段威胁大和田 大和田被逼无奈 只好给伴泽看了他当时拍戏的照片 这是给基布的二十亿贷款 领导盖章篮里有基本盖的章 这笔融资果然和基本有关 章案里还夹着好几张写着奇怪符号的纸条 从上面的日期数字分析 恐怕指的是与融资相关的金钱流向 第二天白角大臣来到了银行 同行的乃园开门健身的要求 中央银行放弃帝国航空的七成债权 航长告诉他 这事之前也决定不与执行了 乃园听后暗示航长 今晚邀请他和自己单独谈谈 有关与东京第一银行相关的事 老都催促 乃园是在伊士潮原交通当顾问律师时 与基布在收购土地的事挂上钩的 乃园已经知道 原东京银行给基布提供了违规贷款 而且在小学初中都是基本的同校学弟 小时候乃园父亲经营的工厂陷入困疚 基本的行长父亲没为他们提供融资 乃园一直怀恨在心 基本要乃园别乱来 若银行与基布的丑闻爆了光 基本在银行的地位也难保了 可乃园根本不在乎 若能让银行成功放弃贷权 他作为特别工作组赌长会名声大振 若银行不放弃贷权 他同样可以曝光银行和基布的违法行为 成为正义的告发者 咋都不吃亏 他定是想借此机会向银行报仇 但伴侦是不会向基布妥协的 否则基布会利用这笔 曾经的错误融资继续变本加厉 银行将彻解沦为政府的走狗 不把基币全部铲除 就无法获得真正的重生 只能把一切都说出来 对全社会道歉 发誓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就看行者的决心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密 阿春就那些密符破解了出来 上边显示 2012年某月某日 资金从一时质模分行 死呆的账户流向了基布和观果汇 9000万改了基布 1000万改了观果汇 服务者也拿到了死呆的账户信息 同样的汇款信息还有多笔 给观果汇的那一程 应该是封口费 通过笔记与纸条大小来推断 写纸条的人很可能就是灰谷 福山与老都趁灰谷离开时 查看他的笔记本 对照自己是灰谷回来了 此时另一个关键人物也来了 而伴侦追着阿福哥 一直来到了地下 原来是他将迪瓦西分行的纸箱 全藏了起来 原来心思缜密的伴侦 以通过种种细节判断出 阿福哥不一般 其阿福哥与智美老板娘认识 原来当年木野副行长驱收的那晚 终也度托不给智美的事是 查清木野副行长死亡的真相 最终智美选中的 这名秘密侦探就是阿福哥 阿福哥一直在调查这起违规事件 如今他终于借助伴侦等的力量 找到了这堆纸箱 并将他们秘密转移到了地下四层 阿福哥本来也很犹豫 但听过伴侦的话后 他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但这堆资料里 并没有击步从此代的 收受款项的关键证据 正说着基本来了 伴侦见他调查的情况 向基本道出 问他谁是这起违规贷款的主谋 基本装算说听不懂伴侦的话 这时黑棋来助阵了 原来之前出电灰谷等人面前的 正是黑棋 经过自己核对 也那些指条的人就是灰谷 灰谷想跑 被黑棋的抓机神功 薅了回来 灰谷终于承认 无论是基部的资金管理 还是从此代的收收的贿赂 这些事都是基板一人主持的 灰谷也是受基板的指使 基板仍不承认 于是黑棋拿出了基板 藏在白水银行的个人账户 从此代的取出的日期 与换入基板账户的日期 刚好是同一天 基板只好承认 也都是基部改赛的封口费 为了让木野副行长 背上受贿的罪名 木野的账户信息 也是基部故意开设的账户 目的是为了 让他背上受贿的罪名 木野一开始就反对贷款给基部 但基部发现了银行 有其他违规贷款行为 一所威胁木野同意贷款 为了让木野不向警方汇报 被算计的木野 一人背负所有罪责自尽了 是你们让他背负的吧 都不说真话 明着保身 逃避责任 木野先生 却又承受原东京银行崩溃的压力 是你们杀了木野先生 你们不配当银行家 不配做人 基本终于到处 斯泰特会有基部账户的记录 被他单独藏在了地下五层的金库里 于此同时 乃元正在威胁行长 若不放弃债权 就将银行的丑闻爆出 行长看过一条短信后 却淡定的回绝了乃元 让他自便 打开金库后 基本就发现 那些关键资料全没了 原来是福山方才汇报的大和田 被提前拿走了 半则通过公司的GPS定位系统 查到了大和田的位置 走进这家酒店后 发现他竟与行长 接铺同坐一席 半则问大和田资料在哪 没想到资料 却出现在铺的手中 行长这个傻子 居然把他交给了老头子 半则质问行长咋回事 行长称 自己是在了解一切情况后 做出的决定 我实在无法接受 如果过去的融资存在问题 银行应该彻底调查 让一切水落石出 是谁 以什么形式与这一系列链金术牵连在一起 这个阴谋的中心人物 以及银行的独职 应该把这一切都公开 向公众谢罪 并向社会保证 今后坚决杜绝此来事件的发生 既不告诉半则 若这样做的话 银行的信誉会一落千丈 引发社会混乱 行长多年来追求的行内和睦 也将不复存在 银行和政府因互相扶持 互利共赢 您在说什么傻话呢 这是政治家与银行互相勾结的犯罪行为 行长请立刻公布这份资料 即使诗人对我们的信任一落千丈 只要我们坚定信念 银行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还望您彰显出银行英语的正确风范 我们银行职员必然会顿正态度 团结一心 从零开始恢复失去的信任 行长听后 却罢免了半则的帝国航空项目付责人一职 要他出去 半则不同 若是不服从命令 我就会被调走吗 我是为你好 赶紧道歉吧 即使是调职 你连银行职员都做不成了 快向行长与我道歉 贵了我就原谅你 半则憋红了脸没有动 大和田跑了过来 强行按着半则叫他跪下 但半则最终推走了大和田 我相信银行 我们是借助金融的力量 帮助社会上勤奋努力工作的人们 这家银行 绝大多数银行职员都相信这份正义 相信这份使命 正因如此 我们才言语律己 谦虚做人 你的所作所为 无疑于背叛了所有 兢兢业业的银行员工 我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 还有机部干事长 你左手利用银行 右手玩弄政治 染指肮脏的犯罪 谋取暴力 你根本穿不上是政治家 不过是个利欲熏心 丑陋无比的老东西 政治家是每位国民 遵徒自己相思的理念 为了让这个国家 更加美好选出来的人 你的本质应该是向国民奉献 你辜负 垫慕了国民对你的信任 想把我赶出银行界的话 那就请便吧 不过 为了相信银行的正义的 所有银行职员 以及相信这个国家 公平正义的所有国民 我会把你犯下的恶行 照告千下 以牙还牙 你们三个一起算赌账 千倍奉还 半则能成功扳倒这三多大山吗 谁都没料到 行长捐交 得知不意的证据交给了基布 福山与阿福克的心也很寒 最信任的行长背叛了自己 最受打击的海鼠半则 半则拼命练剑 之前发生的一幕幕 在脑海中浮现 久久挥之不散 大河田这个墙头草 也向基布表忠心 说之后行长 会在特别工作组的发布会上 重新表态 放弃债权 开头行及其他银行 也会跟着统一步调 基布不依不着 问半则会怎么处理 大河田惶恐地表示 半则会被行长从银行踢走 老家伙听后 小人得知般的傻乐了起来 赖名宇森深 找到备受打击的半则 赶来声援他了 经过一番比赛 将半则打小 他又斗志满满了 半则重新回到银行 打算找基本问个清楚 却只找到了大河田 大河田言语半则 让你当时不低头 现在彻底完蛋了吧 半则没理头 又找到了基本家 问他大河田 夺走的那些证据里 究竟是什么内容 基本说 那是State给他们打钱时 留下的入账申请表 以及基本给他们 转账分钱时 留下的转账申请表 但里面并没有给基布的转账记录 即使说仅凭行长就给基布的证据 并不能彻底曝光基布的所作所为 所以行长才选择了暂时妥协 看来误会他了 半则只得又去找黑奇 对他讲 基布一共收了100.8亿日元 这么大一笔钱 他一定是存建某个银行账户了 但黑奇也查遍所有国内大银行 通通没有 基布很可能存建了海外账户 日本共有55家外国银行 半则让黑奇查一下 黑奇表示若基布得知的消息 会立刻把钱转移走 机会只有一次 基布每次都从中央银行 一时分行的死在的账户 取走商议规模现金 这么多现金 他不会运得很远 应该是离一时分行不远的外国银行 这附近共有5家外国银行 基布的秘密账户就在其中 但要100%确定到底在你家银行 金融厅才会出动 为确定此事 半则找到了基布的秘书 用了一些威胁手段 逼他说出基布的秘密账户 但秘书不肯讲 因为白景大臣 其实是个胸怀大志的人 帝国航空这次 他一直在认真思考 如何尽快让他们东山在一起 如果基布倒了台 他就会失去靠山 半则没有放弃 他料到白景 并不知道基布干的那些坏事 找到他向他暗示 基布并不干净 而白景主打的是青年形象 他没有任何关于金钱的丑闻 他肯定很想知道基布以前 到底做过什么 果然白景秘密找到半则 来到了半则的公寓 之前宇哥说过 小话是白景的超级粉丝 见到白景后 整个人都傻掉了 献给白景一朵举梗花 并亲自为他戴在胸前 他的话语是诚实 就像您高贵威严 为人正直 半则将基布做的坏事 对白景说了 但白景认为 半则没有任何确凿证据 不过相信半则的话 回去了 看到白景的花 机不静情地扔在地上 狠狠踩在脚下 这么连接的花 可配不上你 人事部打来电话 说明早行长要见半则 看来要被逐出银行了 小花看出半则不对劲 半则说 这次可能比降值还严重 要不干脆辞职吧 我会负责赚钱养家的 你不用再那么拼命了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如果银行还觉得你可有可恶 你就应该把瓷声趴在桌上 说完 心疼地抱住了半则 你已经很努力了 谢谢你 辛苦了 这样体贴的媳妇上哪找啊 小花送给半则的龙胆花 花语是正义 半则做好充分心理准备 走进了行长办公室 半则先对行长道了歉 光靠那份资料 不足以曝光 基部议员的违规行为 您才选择把证据交给他的 对吗 为获得敌人的信任 您把大和田送到了基部身边 让他找出基部的秘密账户在哪 对吧 没错 半则揭入大和田违规行为时 行长没把他赶出银行 是为了实现行内和睦 让身为老S领袖的大和田 成为行长身边的人 以此平息两大派系之间的斗争 另一个原因 是为了让大和田调查老T违规贷款的真相 这些半则都明白 至于为什么叫半则调离银行 是因为半则让大和田下跪 做的有点过火 大和田怕的人 必不会忍气吞声 行长想让半则见识一下证券行业 了解证券行业 必将为半则提供助力 半则 你总有一天会成为行长 我将我行的过去 托付给了大和田 将我行的将来交给了你 没想到行长如此其中半则 这次行长将半则调离银行 也是为了保全他 行长向半则低头道歉 半则却说 自己还有办法 大和田将白角悄悄叫到了会议室 将基部贪污的相关资料拿给他看 求白角协助者的基部的 到账记录账户信息 行长准备主动公开 中央银行过去的 作用根违规贷款案件 尽管会遭到售货舆论批判 银行认了 请塔师的告诉我们 重建帝国航空 需要银行放弃债权吗 不需要 我认为只要按照 半则先生制作的方案 航空就能靠自身力量 恢复业绩 但是让银行放弃债权的话 同振航空会倾存的多 发布会当天 白角来晚了 本应由中野度航长出席 来者却是半则 此时 航长正守在木野副航长的墓前 与老友一起观看发布会现场直播 半则表示 这次由自己替航长出席 基部想将半则赶走 白角却要半则留下来继续说 原来前一天 半则将白角留了下来 把当年木野副航长因内结起为例贷款一事 为银行独自扛下所有责任 牺牲自己生命的过往告诉了白角 我至今仍很崇拜他 但同样作为一行之长 我认为他的选择是错误的 我努力想实现行内和睦 有一部分也是为了他 并且我在心里发誓 一定要让真相大白 为了这个银行的未来 中野度航长以此为信念走到了今天 白角大臣也是如此吧 为了年轻人的将来 国家的未来 但如果再这样下去 将来就算您成为首相 也只能在基部干事长言听计从吧 当然若是您反对他 也免不了会被除名 我不打算坐视不理 就算微薄之力 我也会负起一部分责任 半则递出辞职信 大和田一经 这是半则的觉悟 白角也取出了那只被猜扁的举梗 想起了小花对他说的话 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他决定不辜负这份信任 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航长重新任命半则为航空项目负责人 要他代表自己去发布会 彻底做个了结 半则当了所有官员 与媒体到处 网航拒绝放弃帝国航空债权 服从大多数的舆论 这和你们金正党所宣扬的 救助弱者的政党理念是相矛盾的吧 半则问白角意见 白角表示 特别工作组几乎照搬了 中央银行的重建方案 特别工作组 没能做出超越银行的方案 我成立的特别工作组 没有达成任何使命 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组长奶元律师 懈怠导致的结果 奶元一拍桌道 骂起了白角 白角让他不要恬不知耻 换句话说 只要按照银行体制的 重建方案执行 我认为帝国航空 就算不放弃贷权 也完全有可能成功重建 这番话是全场 与所有银行人沸腾了 大家都很激动 基布打算夹着尾巴离开会场 被半佐喊了回来 半佐指出 特别工作组的重建方案 有一点不一样 那就是将亏损的 伊士行线保留了下来 基布连忙警告半佐 说话太讨事的话 会损害中央银行的名声 半佐表示自己很明白 15年金合并前的 云东京第一银行 曾收得过基布 一元的个人贷款申请 基布位于伊士的家庭 企业S公司 他借的20亿 就是为给这个S公司 购买伊士 交区土地用的转贷资金 这块地皮 在几年后成为伊士 揭晓的建筑用地 快速升值 S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 原东京银行 在知晓银获利手段的同时 仍向基布一元贷款20亿 这种信贷行为 触犯了企业道德问题 我行在道歉的基础上 也做好了 接受处分的准备 基布听不下去了 称这笔贷款 是为了帮亲戚的公司 周转资金 并非谋求私利 伴佐继续说 这家S公司 从13年前开始 会定期从账户里 取出输益现金 每次都会有 1000万元作为封口费 分给原东京第一银行 与贷款有关的干部 剩下的钱都进了你的口袋 我说的没错吧 干市长 基布生死利己地喊晕 说自己是清白的 要半则拿出缺盗证据 于是大和田 带着证据进门了 基布慌了 连喊助手 原来在发布会 开始前30分钟 秘书与白景 在赖名社长的指导下 将基布电脑里 删除的文件 复原了出来 上边显示 是UAE银行 将此事通知了黑棋 临走前 白景将基布那盆盆栽 狠狠摔到地上 出了口恶气 他也忍耐许久 黑棋很快拿到了 基布的秘密账户 将它发给大和田 打印了出来 基布由大和田助手 这是来自UAE的账户信息 如屏幕所示 开户人是基布干事长你 另一份是S公司账户信息 从S公司账户取出的 第一笔现金 是在13年前的8月7日 一日元 同一天基布干事长的账户里 有存入76万2711美元的记录 正好是减去1000万封口费的金额 9000万日元 同一天 又向那个海外账户 存入了4亿9000万日元的金额 之后的多次 这两个账户的存款额 全部是同一天 存款总额达到了100.8亿日元 基布向逃 被白景堵了回来 但则就得向民众解释清楚 白景要老家伙当众赔礼道歉 政治家的工作 理应是去思考 让人们生活变得更富足 更幸福的政策 在这个国家 所有厂业都苦于经济的不景气 人们为了不被苦难压垮 咬紧牙关 拼尽全力度过每一天 因为我们相信 光明的未来一定会来 去支持和帮助这样的民众 才是你们政治家的执着吧 你忘了自己的使命 对民众视而不见 满眼都是私利 向这个国家所有努力奋斗的人们 真诚的道歉 基布老头被人群围在中间 老家伙跪在地上磕了个头 牛脸就跑 伴泽与白景 俩人第一次握了手 行长也能以此结果 告白木野的在天之灵了 之后中央银行公布 原东京第一银行时期 共有13件 总额1500亿的违规贷款 行长致歉后 宣布要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另一边 基布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 限制法等罪名被逮捕 乃员则因祭办白景的检举 与恐吓罪被律师协会开除 帝国航空的重建 则已主办银行开投行为中心开展工作 他们继承了伴责的意愿 让航空靠自力重建 白景辞去了大臣一职 决心作为武党派议员从头开始 秘书决定继续跟随他的脚步 小花儿了 为白景送上了更多的举梗花 白景会心的笑了 行长在董事会上提出了辞职 已经获批 行长对伴责说 你是我见过的所有银行职员中 最出来把醉的 能在职业生涯最后和你一起工作 真是太好了 伴责表示自己也是如此 提出自己也会离开银行 行长要伴责别胡说 一切责任由他自己承担 说完便走了 原来行长一开始就打算 独自揽下所有责任 和种种过失辞职离开 但伴责不愿独自厚颜无耻地留在银行 老杜劝也不听 这个时候大和田间的叫了过去 行长由大和田将辞职信还给伴责 伴责却要大和田收下 看到机不下跪 又勾起了我不愉快的记忆 我好像就是在这里拜某人所赐 受了百般屈辱吧 对你父亲的件事 我确实觉得很抱歉 当年的我只顾着眼前数字 而是伴责 我并没有做错什么 任何一个像样的银行家 看到那家螺丝产的经营状况后 选择终止贷款 是无可护非的 继续给这种东西贷款是在赌博 赌博呀 那个决定是身为银行家的我的正义 你跟我果然不是一路人 我才不会像你一样 眼里非黑即白 若工作难以为继 还有资金合作 技术支持等其他方案 为保护这个国家优秀的技术 我会在我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 这是我身为银行家的正义 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你所谓的正义 才逼得行长辞职了吧 我要离开这家银行 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股价暴跌 信用一落千丈 打死我也不会留在这家银行 半则却说 自己相信它可以东山带起 既然这样 那你就负起这个责任吧 带上你那幼稚的正义 重振这摇摇欲坠的东京中央银行 要实现你所谓的正义 只有身处高位 即使说 只有当上行长这一条路 一决胜负吧 半则 要是你没能当上行长 你就在这里跪下 你要是当上了行长 我就在这里跪下 这世上 我最讨厌的人就是你 我会拼上我的整个人生击垮你 半则天后接受了挑战 表示会把大和田打得体无完肤 大和田也说 正和他意 将半则的辞职书撕的粉碎 撒在了地上 半则也终于在记忆时露出了微笑 经过半个多月的拼命爆肝 终于将这部剧更完了 这是部逻辑 专业性超强的剧 且缓缓相扣 每集的文案 与歌我都写的激进崩溃 这几天 每天都几乎工作的深夜 可能因为我看的剧实在有点多 现在很多剧都无法吸引我 大概看个一两节就气了 半刀是近期唯一部令我看的热血沸腾 不会看到一半就打朵 出一集追一集 一直追得完还一游未尽的神剧 本剧中最令与哥我印象深刻的 反而不是主演戒亚人 而是饰演大和田的香川兆之 这老哥的演技简直出神入化 很多情节中我们都能看到他憋红的脸 以及面部肌肉的抖动 老乡将这位令人记恨意外的角色 诠释得淋漓尽致 不愧为资深实力派演员 请收下雨高我的膝盖 关于剧情 我认为行长从头到尾 一直很佩服 敬重伴作 伴作是银行中为数不多 真心为这些受困的企业着想 想利用银行的资金帮助他们 将工匠精神延续下去的人 伴作的境界 行长可能都达不到 现今社会中 很多人都因追逐利益 渐渐忘记了本心 渐渐失去了刚刚步入社会 走进喜欢行业 为之努力拼搏式的那份心情 唯有伴作一直坚持本心 克尽职守 严于律己 不畏强权 当然本局中宇哥最想的人物 除伴作外 还有他的贤内助小花 若没有小花一直以来 在背后的默默支持 伴作的正义之路 也会走得更加艰难 若大家能遇见这样的魅的 就赶紧娶回家吧 孙生 赖鸣 与老杜 远哥就不多说了 这些人都是被伴作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能在关键时刻互相帮助 扶持的好兄弟 若他在人生中遇见这样的朋友 也一定要好好珍惜 最后大家都知道 我的视频最近播放量 一直不怎么稳定 如果这部剧效果还可以的话 我还会考虑 继续将同样由介雅人主演到 王袍大律师第二集做完的 届时还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点击订阅按钮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的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感谢观看